来我看一下你的这个通行证 它这个是越南的通行证 他们边境地区的人 办这个就可以 经常来中国 下午就拿这个去给七七去办那个录制手续 好 这个证明他确实是外国人 有时候跟他聊天感觉他中文很好 昨天来阿园这里面试那个小姑娘 他迷路了 他去过宿舍 但是他忘记了 他只是在这个花园附近 所以我现在在这个花园这里等下他 他一会儿应该很快就要来了 诶 这不是七七吗 你上次不是来过吗 怎么忘记那个路了 忘记楼梯的 哇 你毕竟是外国人嘛 这个地方有时候真的是找不清楚 行吧 那我带你上去吧 就在这个楼上啊 现在带他过来了 就跟他去宿舍里面住下 你现在记住这个路了吗 那我一会儿把这个钥匙给你啊 然后这边有什么需要的生活用品啊 你到时候可以跟我说啊 然后这个都是我这边给你给你买的 你不用自己出钱啊 你这个中文太好了 有时候感觉跟你沟通感觉像中国人一样啊 你那个你带通行证了吗 带了 那个一会儿拿那个通行证去给你办下那个住宿手续啊 办下相关的那个入职手续好吧 来我看一下你的这个通行证啊 他这个是越南的通行证啊 他们边境地区的人啊 办这个就可以 他也经常来中国啊 下午就拿这个去给琪琪去办那个入职手续啊 好 这个证明他确实是外国人啊 有时候跟他聊天感觉他中文很好啊 他那个口音还有一点那个他们云南的口音啊 云南普通话 好吧 那你就休息吧 我们下午再去办那个手续啊 好的 那我先走了啊 有什么事情给我发信息好吧